女子的決賽,我們待會再給大家看 看看男子的準決賽 終於有香港球手出場了 沒錯,看到香港的麥卓妍穿著藍衣服 他的對手也是中華台北的球手,陳武奇 這次在第一圈的時候,麥卓妍 最終入到四強 胡兆康也有參加比賽 不過第一圈就輸了給中華台北的陳俊才 結果也是在八強出了局 我們看了那麼多個飛碟,終於有個靜手看看 麥卓妍都比較打一些大弧度的球 麥卓妍很年輕,今年22歲 麥卓妍都已經是兩道當選香港傑出運動員的 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因為他曾經有很多大型的球賽 甚至乎有美國球手參加的球賽 他都可以逼在前面 年輕可惡,年輕 年輕可惡 麥卓妍在第一格打了全鐘 又再多一個全鐘 又再多一個全鐘 是 其實這個比賽早段的 就是 優勝的時候 麥卓妍曾經說這個球場 他有很多 一些球評 他比較擺得不太好 其實他的早段真的不是打得好 後來可能 掌握到 最終可以入到決賽 還贏了這個公開賽 那既然現在 晉身下來這個ABF 這個巡迴賽 在巡迴賽這裡 就可以拿到巡迴賽去積分 而且完成了10站比賽之後 會有一個總決賽 2017年的3月舉行 看到這一站的ABF 好像後面的報警 沒有搭得那麼厲害 我們一般以往 都會看到它封起來 後面有些位置讓人坐 這個好像比較闖住 要看波 大部分都要站著看 對 賽事其實都是新鮮熱辣 剛剛在7月10日舉行 見到陳武奇都等了很久 打到保重相當難 對於飛碟來說 沒錯 結果第一格他就拿18分 第一格麥翠賢拿30分 打了全中 分數暫時都已經有12分差距 第二格 這些是很傳統的台北飛碟 我們看到這個球是 向右飄過去 通常是扯一個駁 如果以正手計 通常就收不到後面 八、九篇 但飛碟因為它的平是向橫 彈出去 所以就算是11磅 他都可以收到 我們很明顯看到 他的球速其實不太快 陳武奇剛剛打完全中之後 暫時分數到48分 輪到麥卓燕 有一個傳中 我連續第二格 其實麥卓燕 如果你讓他找到的位置 他的手又大 動作做得好 其實他的威力很大 六十分 打完兩格 是 但是麥卓燕的準備時間 是比較久 是 他有時候 那個感覺不對 有時候會走回頭 幸好 連續第三格傳中 九十分 麥卓燕 打一局 打一局 的比賽 絕對不怕 有這些 令到對手 陳武奇都幾大壓力 陳武奇 因為他也是 在台灣生長 台灣方面 比較流行保齡球 所以他曾經 在大學的校隊 裡面 他是隊長 剛好又再打多個傳中 我分數 還是 剛才第一格 那裡 就是 令到他來後了十二分 第一格 就只可以保重拿十八分 再多一個傳中 連續三個了 你明顯見到陳武奇和我們之前看過的女子台北球員 那篇圈是很不一樣的 我現在見到兩個運動員的水平都比女子運動員高很多 是啊 所以麥卓妍一定要很小心 不可以小看他們 是啊 因為現在分數相差12分 一路這樣打下去 只要麥卓妍其實有一格不是傳中的話 可能分數馬上會反轉 我第四格了 一個分子一格格 好像說一格格很順口一點 其實應該是第四局 哦 仲偉 哦 其實對於球員來說 那個球的弧度啊 或者怎樣彎回來了是不是真的很容易計算的 還是真的 其實差很少就會分別很大呢 其實都不是 差很少可以分別很大的 他們真的連球練得很多 變成出那個角度是很穩定的 嗯 暫時都看到麥卓妍真的很穩定的 連續四局了 全部都是傳中的 暫時分數是120 對手現在的分數是108 因為只是第一局的時候就拿十八分之後 三局都是打到全中的 第五局了 看有沒有機會打到全中的 看有沒有機會打到全中三局 看有沒有機會打到全中三局 雖然還要早 不過麥卓妍真的暫時也挺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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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一點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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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連續第五個傳中 一百五十分 暫時一百五十分 到陳武奇 那陳武奇我壓力了 其實 失去平衡這個球 七支 兩局 三局 不過看到對手 其實表現這麼好 自己都很大壓力 是啊 哎喲 再 再得到 是絕著 好像 補不完 結果這格只有九分 這格 分數會拉開了一點點 比麥卓妍 麥卓妍現在就一五零 陳武奇就是一一七 來到第六格 八支 沒辦法 被那邊 下一刻 絕了兩球 一定會有這個情形出現 暫時都只連續打了三個傳中 這次報到 拿十八分 分數暫時是一三五 都麥卓妍 還沒掉過 暫時全部都是傳中 所以現在陳武奇打了六格 一百三十五分 麥卓妍打了五格之後已經一百五十分 是 多難超到麥卓妍 暫時 以往麥卓妍忽然之間失準 跌渦跌得很厲害才行 都很難 如果現在他打得這麼順 以他的性格 好笑 多難得 二十二歲的年紀 穩定性這麼高 又再一球 真是 連續第六個傳中 麥卓妍 真是慘 對手慘 對手慘 他自己都靈頭的意思 是否都驚嘆 不是 真的又中 其實是很不好意思的 打到這些 也沒辦法 自己的表現這麼好 最重要還是集中一點 不要想太多 不要管對手感受 這個時候不管了 分數帶開得很遠 一百八十對一百三十五 去到最尾就是知道你贏 沒有人記得是怎樣贏的 其實 那倒是 因為我現在也是 有得 看著那個分牌才記得 就是告訴你 究竟那個球員打了多少個傳中 是 記在腦裡就很難了 真的 再來一個 是 這球很幸運 這球他打得好 但真的放得開了 好像有點敏 不過都拿了 暫時二百一十分 七個傳中 麥卓妍 你見到 阿陳好奇的樣子 好像不太順氣 都沒辦法了 對手都不太好意思 但是 就是中了 是啊 又是差一點點 九支 這一格 他都知道 差不多都大小了 很難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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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有很大的失誤 而自己也要 起碼 都拿三十分 才可以叫最近一點 保重到 拿十九分 陳武奇在第七格 分數暫時 他就是一百五十四分 至於麥卓妍 就是二百一十分 第八格 多好啊 還是差一點 九支 補到 十九分 暫時一百七十三 陳武奇 都輕鬆取勝 麥卓妍這一局 沒錯 現在我想就是 挑戰一下自己 看看會不會斷 打了七個傳中 這種三十分 如果 正常都不要 為什麼 會被人說一輩子 不管了 打得好 不怕人說 看是不是 先 這球打得好 這球打得好 那就是越打越好 第八個傳中 麥卓妍 分數已經去到 二百四十分 對手一百七十三 還有兩格 只需要打兩格 可以在電視上打局三百 你都在這個新的計分制下打局三百 你都在這個新的計分制下打局三百 應該反而沒有壓力了 陳武奇 沒有了 都經歷了一個痛苦 可以說 因為對手一直都沒有斷 對 還要有幾個幸運 沒錯 陳武奇其實都在那個傳中那裡 連續三格之後就斷了 所以現在來到這個階段 當然沒有包袱 所以又打回傳中 又打回傳中 對 不過分數都拋離得很遠 這格打到傳中 就拿了二百零三分 但是暫時完成了九格之後 麥卓妍已經是二百七十了 已經相差了六十七分 好 有一點點幸運 但是真的包袱都扔走了 連續打回傳中 就完成了陳武奇 總分是二百三十三分 陳武奇 贏就贏了 那麥卓妍 但是我們要看他 究竟最後這一格 是不是可以打完 真的拿了三百分呢 在雙數拿就危險些 當然幾下失不了在雙數拿 不過打了這麼多格 都發險為疑 我們再一球 他自己出完就拿了拳頭 不過其實這次就中七支 是啊 因為他中位的 但是好像覺得手差一點 但是他覺得自己是扔中的位 加上這個雙數拿 那個拿是有點不同的 也不要緊 扔就扔了 也成功保重到 拿十七分在最後一格 三百分就拿不完 但是麥卓妍大打了九個傳中的連續 他到最後一格就拿不完 最終他就是二百八十七 對手陳武奇就是二百三十三 也就是說麥卓妍可以晉級去到決賽 他的對手就是中華台北的許晉才 許晉才就是擊敗了陳迎新的 對手